謹色模糊的製作 Photoshop CS6的新功能 它可以設定謹色模糊的效果 那什麼是謹色模糊呢? 首先先開啟你的檔案 我們來點選濾鏡 再移到模糊的地方 請再往右移 謹色模糊 這三個是CS6新功能 我們點選起來以後 畫面上就出現一個圓圈 目前有看到模糊的效果 那在圓圈的地方 白色縮小 就清楚喔 這個拉開一點 就模糊 清楚模糊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拖曳這個白色圓點是可以調整位置的 我把它拉得很清楚來 仔細看喔 我這邊再點一下就增加一個點了 那增加一個點做什麼呢? 我希望下面這邊是很模糊的 這個也是稍微模糊 上面再點一下 那這個地方呢 是讓它很模糊 好 人的臉的地方清楚 那點這裡呢 讓模糊 那同學看一下喔 當我這個下來的時候呢 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可以調整程度 這個是屬於清楚的地方 這個是屬於模糊 那我希望這魚是模糊的 那我希望這裡 這個地方也模糊 所以你要幾個點 隨便你喔 那我希望 除了我們焦點以外 其他地方都模糊 那就可以同這地方來做 好我這邊再點一下 這個腳也不要露出來 再點一下 這地方我們也讓它 再模糊一些 有沒有 清楚的地方 人的地方清楚 這邊再點一點 好這兩個小朋友在這裡 也很清楚 好 那這個photoshop就是 這個地方 你可以自己 多設幾個點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我現在點這個點喔 模糊也可以在這裡拖拉 有沒有 那除了拖拉以外 也可以在文字上面呢 當你滑鼠標 有一道文字上面 可以在這邊 直接可以拉模糊的效果 好 我希望它有點模糊 點這裡 所以第一個 可以在這裡調白色的 第二個 可以拉這個 輸這個 那最快的方法 可能是在這裡拉 好 那最後完成的時候 按確定 就完成了 景色模糊的效果 我們就看到 人的地方 臉的地方清楚 其他地方就讓它做模糊